10月17号,美国亚洲艺术文化基金会 善款帮助中美幼苗筹款成绩报告会在洛杉矶举行 该基金会在成立五年来,在中国四川贫困山区捐建了多个电子图书馆 让数千山区儿童通过互联网与世界相连 为云南、甘肃、贵州等地的贫困儿童返回学校,接受教育,筹募散款 在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和云南鲁店地震 基金会也及时捐款,支持救灾 那么我们非常相信这个款项能够用于 儿童在美国的课后的艺术方面的教学 以及在陕西省咸阳的儿童之家的这个建设 那么就像刚刚那个李牧师所讲 就在今天这个陕西的这个儿童的这个儿童之家 已经迎来了第一批三十几位小朋友的入住 那么谢谢各位的善心善款 因为你们的支持让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有了一个温暖的家 此次合作在两周内不仅为陕西省咸阳市 缴生儿童之家筹募到美元23万 同时也为洛杉矶亚裔青少年中心筹到美金1.9万元 筹募散款总额高达32万9千美元 然后这个钱呢是帮助我们刚刚在咸阳市的 缴生儿童之家的费用 那么今天这个时间很特别 因为今天17号也是他们中国的17号 我们头一批的小孩子 36个小孩子都进来了 现在是他们大陆深夜的时候 其中有两兄妹 他们的是从小给领养 养父母死了 养祖母呢 现在要卧在床上 养祖父已经没办法去接待他们 接受他们了 去照顾他们 但是现在这个时刻 他们跟其他34个小朋友呢 都安然的睡在你们所捐助的儿童之家的床上 让我们也祝福他们 美国亚洲文化艺术基金会 除了无限的感激之外 更表示来年会持续的回馈社会 希望把爱心与希望 传递给社会上每一个角落需要帮助的人 全球新闻 美国洛杉矶